其實你的演出的經驗真的還蠻豐富的耶 之前在中國大陸也有開過好多次的 跟交響樂團的合作 協奏曲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概回想一下有演奏過哪一些曲子 我第一次在武漢 我是彈蔡克福斯基第一號跟協奏曲 然後第二次有三場跟台北 大樂在東莞深圳 深圳有兩場 然後是彈貝多芬第三號跟協奏曲 莫扎特二十一號跟協奏曲 然後在今年的年初又是去武漢 彈格力格的A小調跟協奏曲 這這麼多偉大的音樂家裡面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自己跟哪一位音樂家 最心靈契合 最喜歡他 我喜歡好幾個 我覺得像我很喜歡李希特 很喜歡阿格力希 然後當然厚洛維茲 但是他是大師 他們總是大師 厚洛維茲我想應該沒有人會不喜歡他 他真的是鋼琴是大師 他可以把鋼琴變成一個會唱歌的 完全是會唱歌的東西 然後阿格力希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他是女鋼琴家 因為這種大師級的裡面真的很少女鋼琴 相對比較少 對 就是都是男鋼琴家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可是他不會比他們弱 他跟協奏曲 他在彈協奏曲的時候有一種氣勢 比很多男的鋼琴家還要強 我很欣賞他這一點 然後李希特 是因為我爸也很喜歡李希特 我覺得多少有受他影響 他有告訴我說 他李希特從來都只彈亞馬哈的鋼琴 那時候 因為他覺得史坦偉太有個性 是 我後來去德國彈了很多史坦偉之後 我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他就是李希特的想法 是非常就是有想法 我覺得 是 剛剛你講到去德國這件事 其實回過頭來想一年前你決定要去德國發展的時候 為什麼會 那時候下了怎麼樣的決心 決定 好就是去德國 朝音樂之路發展呢 我那時候 除了考慮只有音樂之外 我還有考慮到別的 就是 就是 十二年國家 我們是十二年國家 然後 第一屆 第一屆 對 現在他們真的很辛苦在學學校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十二年國家 不管十二年國家會急撤 只是國升這一年都是沒有life 就是 就是國升這一年就是考試考試考試 為了考試而活 對 為了後來的計程或會考 或特招 我覺得如果我到德國 也許我可以好好把握我的 就是我可以念書 我也可以練琴 我也可以 好 我是可以省我的時間 然後還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現在在德國的生活是什麼呢 我的生活 大致上 你每天有很充分的練琴 然後很充分的學習嗎 對 我大致上就是 八點 早上八點到兩點 他們不要上學 他們有兩點 去上學 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 對 學科 對 然後兩點四點飯 然後就去練琴 練到六點 因為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六點 因為我的琴 怎麼說我的琴放在琴航 因為我們家的公寓 搬樓梯太宅搬不上去 是 然後所以我就 我的琴航六點關門 我就只能練到六點 如果真的必要 我才會去音樂院搶琴航 因為那個琴航真的是不夠 但是這樣比起來其實 這一年來說 你在德國學琴的時間是比 如果你留在台灣的話 時間是長一點的 對 而且是完整的 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比較長 像我覺得我自己 真的在念書的時間比較長 我自己練琴的時間也比較長 上學時間比較短 可是我其他的那個什麼 生活的時間都差了很多 有可以散步的時間 可以好好吃一頓飯的時間 可以運動的時間 也是多很多 還可以看書看電影 對 睡覺時間也多了 我不知道這是時間哪來的 我看你 學校旁邊就是一個森林 然後你家要 穿過那個森林才回到家 對 我也可以不要穿 可是我有時候會喜歡 這樣走 那個森林非常大 然後 也很寬敞 不會說都是只有雜草 那種什麼 它不是 它是那種真的是可以去散步 很舒服的森林 我們剛剛看到你 得了全德青年音樂大賽 第一名滿分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它是從 因為像我們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它是從 它是三級 它從市 然後變成幫 德國都有個幫 然後在全德國 是 然後它的會滿分是因為 它的規則是 二十五分是滿分 對 然後從市區的那一級是 你只要達到二十三分 你就會晉級 到幫那一級 幫那一級也是二十三分 然後到全德 全德的話 二十四分的人 二十五分都是第一名 可是有人二十四 有人二十五分 聽說你這三級都是滿分 對 對 我是 就是這三級都是滿分 所以 那天我的教授請我吃冰淇淋說 因為你在 你在全德大賽 你得了七十五分 呵呵呵 這真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呵呵 謝謝 對 怎麼說 我 我是有花心血在裡頭 嗯 所以去得 然後自己也覺得得了 滿有成就感 嗯 我知道你在台灣的鋼琴老師是 魏樂福老師 對 他是德國人 對 他是德國人 所以他很了解這個比賽 那時候他就 他會一直問我關於那個比賽 你比得怎麼樣 你準備得怎麼樣 呵呵 跟我們談談魏老師好不好 好 魏老師是一個 我在德國 我以為 如果以為他念就是德國人 其實不對 對 就是說 他我了 因為我之前跟他 跟他上課 他很 他很愛開玩笑 我想著 德國人應該不可能是這樣 結果果然我去德國 發現不是真的 德國人 一般不是這樣 他就是很不像德國人 魏老師比較 輕鬆 比較 自在一點 不只有自在 很難跟他 熱真講話 就是他要講什麼事情 他一定都會先拐一個 萬人你要再想 要了解他的笑話 然後你才會理解 他要講這個 然後有時候 一不小心就被他嘲笑了 自己不小心笑了 結果發現他在嘲笑自己 就是要反應 要跟他講話 要有辦法 對應得上他的笑話 對應得上笑話的話 要反應很快 就成了 而且他 因為他又是有時候講 英文又是講中文 他有時候 他的中文沒有很好 他就 他可以過得去 可是他喜歡講英文 對 有時候在上課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換回中文 然後有時候 注意到他又是在講英文 就是他換來換去 那時候我還不會講德文 所以都是英文跟中文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好笑的一個老師 他有非常非常特別的喜好 跟 跟他開玩笑的方式 他在你以為 他會震驚的時候 他就是怨不震驚 但是在音樂的指導上 他還是很嚴謹的對不對 他會 可是他都會把課堂變得很豐富 可是又同時很有趣 是 他告訴我很多關於文學的知識 還有 對 然後他房間還有貼什麼 陶螺牌什麼 隨時要拿什麼資料 都可以把他拿出來 我是不喜歡什麼第二個狼狼 因為 狼狼是狼狼 對 誰都是誰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每個人 不需要用別人來稱呼另外一個人 就是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人 都可以把他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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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